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听 不知道搞什么电台 我是二二 我是六六 我们今天呢要来探讨一些男人常会说的谎 是不是有些男人会说 啊我不在意你胖还是瘦啊 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啊 然后或者是说他不是我的谁 我只是把他当成妹妹而已 那都是骗人的 对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男人心里真正在想什么 我们会用语音骄傲软体 就是不会看到彼此的脸 让他们可以卸下心房好好跟我们聊一聊 看一下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现在配对咯 哈喽 哈喽 那我可以跟你聊聊几个问题吗 哦可以啊你说 你如果啊你跟你的女朋友吵架 你会先认错吗 先认错吗 嗯 嗯 先认错是一个聪明的先人 所以 所以你先认错是真的觉得我自己不对了 还是只是想要让女朋友安静一点 当然其实先安静啊 先安静后来再讨论一下 这不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你有没有感情上困扰是吗 不是就是想要了解一下 男生内心真实的想法 男生内心真实的想法 就是很常好我举例来说好了 如果男生说我不在乎你胖还是瘦 你怎么样我都喜欢 这当然有时候是说好听的话 所以你有对你女朋友说过这样的话吗 这部分很少 我不会这么跟她说 我只会说你这样很胖 所以你是属于外貌协会的吗 外貌吗 呃 大家都是吧 尽量达到自己想要的要求之类的 那你有就是会把女生就是 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 你就说这只是我妹妹啦 就是我都只是把她当妹妹 你会这样吗 不会 你不会 会直接说这是我好朋友 就这样 哦 所以你都没有任何的干妹啊之类的 嗯 但我觉得通常如果会有这种东西出现的话 通常都是 不单纯啊 哦 所以只要是男生有干妹就是不单纯 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我觉得应该几十百分之百 那你有对你女朋友说过什么最严重的谎话吗 什么最严重的谎话 对 可能比如说要去睡了然后就会跟朋友去喝酒之类的 男生朋友还是女生朋友啊 男生朋友啊 那还好啦那还好 但去的场合可能会有女生 嗨 哈啰 哈啰 你声音好好听哦 哈 你在骗我啊 没有啊你的声音蛮好听的啊 怎么说 哪里 哪里要多 第一次有人这样讲 那我想要问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没有啊 单身 你会去留前女友的东西吗 就是假设你现在有一个女朋友 你还会留着前女友的东西吗 其实我现在有耶 我有留 超级论度 我都还 有些还在 可是那如果现在的女朋友很介意 嗯 然后你会把前女友的东西丢掉吗 我觉得 要怎么讲呢 藏起来 我会跟她沟通 我会跟她沟通 我不会藏起来 我没有这么贱啊 如果你的前女友有送你一件衣服 你还会继续穿她吗 会啊 我也会 我也会 别爱去家了 为什么 你没有必要说什么 就是跟她沟通 跟她沟通 她沟通 但是你分了就不穿衣服了吧 你有跟女朋友说过 就是可能女朋友说 啊我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胖了 或怎么样 那你会跟女朋友说 我不就是 不管你是胖还是瘦 我都是 我都爱你吗 不是 是我觉得 男的女朋友在一起 就一定会变胖 所以你会觉得 不管女朋友胖还是瘦 你都喜欢 你都喜欢 没有啊 就是有时候会那种 稍微激她 激将一下 你怎么没有发 所以你不会讲那种什么 不管你是胖还是瘦的鬼话 还是有时候要敷衍一下 我们去逛街 你女朋友走在旁边 你会偷瞄其他女生吗 我不会偷瞄 我会正大观点看 你就是那种不怕死的类型 是吗 是吗 是这样吗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一定会看 就是我觉得人都是视觉动物 是啊 但是女生就是说 女生就是我可以看 但你不能看 最定的啊 就像她可以干嘛 我不能干嘛 一样啊 你有对你女朋友说过 什么非常严重的谎吗 最严重最严重的谎 其实我觉得没有耶 因为我其实我蛮真实的 也是 就是毕竟你看妹 你都会直接说 欸你看那个女生很真 是 喂喂喂 有听到吗 有 就是 因为我现在在我朋友家 但是我们两个 就讨论到一些 就是男生之间的事情 然后我们想要求证 所以就 可以啊 对 那先问你 你会把你前任女友的东西 就是留下来吗 嗯 看的是什么东西啦 不会啦 那你女朋友就是 如果你女朋友就是 如果你女朋友就是不接受 你把这些东西 留下来的话 你会怎么办 就丢掉 哦 好干脆哦 好干脆哦 但是她要买新的给我啊 哦 所以就是 假设你前女友 送你一只iPhone 12 然后你要把它丢掉 然后她要再买一只iPhone 12给你 是不是不错 看起来还不错耶 那你丢掉的时候可以给我 你丢给我 你丢给我们吧 没有因为我前任 我前几人都送我可能 包包啊 或是背包 或是那个 就是体带之类的 就比较常用的东西 所以我不可能说 就是分手就把它丢掉 那我问你哦 如果你跟你女朋友吵架 你是会先认错的那一个吗 我会先吓鬼啊 最好是啦 没有 你要看是好什么事情啊 通常都是我啦 哦通常都是你 为什么 是因为你想先让她闭嘴 对啊 跟我猜的一样 就真的只想要让女朋友闭嘴 那你有 就是你有对你女朋友说过很严重的谎吗 多少还是会吧 但是 这种东西很难去低议她 每个对于严重的程度 就不一样了 你会在乎对方的胖跟瘦吗 会啊 腫到不行的那一种 你会直接跟她讲说 诶你很胖 还是说 宝贝啊你是不是应该减肥那一种 我会直接讲啊 我没有再顾虑的啊 就直接伤她这样 诶她都胖了 好啊好直接哦 好像有点道理耶 对啊她都胖了 但是有的女生就是不想要听 就是从自己男朋友口中说 你很胖 可是她真的很胖 好直接的人哦 那你觉得就是仪式感很重要吗 就是如果比如说 不重要 所以你都没有跟女女朋友过了什么 一周年纪念日什么的 还是你都没有交往到一年 我都没有交往到一年 真的假的 没有就刚好就是半年半年 都是你提的还是对方提的 呃前几个是对方提的 但我们现在看到了 我们下视频这是准备的 就是给他帮助 他帮助 我们下视频 我们下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